他只要社團出國或是出遊玩 他第一個先報名 對 他很聰明耶 對 他好厲害 他說媽 那個我可能就是 七 八月有工作 他說不行喔 因為我七月底要飛北京 我說那八月呢 我八月我要去宜蘭 對 我爸很聰明 都把時間都排好 好好喔 那你也可以選爸爸 對 你可以選你更滿 你就跟他去 沒辦法 因為 捨不得媽媽 對啦 捨不得媽媽 媽媽會比較辛苦 好孝順 好孝順 對 好孝順 這個沒有辦法 我說錯了 是EA 3B 所以有三個人坐對邊了 坐對邊只是不同位置 對 不同位置 那應該你們三個吧 因為你們現在比較會調養身體 對啊 再換是不是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坐對位 坐對邊的其中一位 那就是 小禎 好 第二名 恭喜 恭喜 謝謝 你好 對啊 其實我覺得這就是射手座 在大變身的一個過程 應該要好好把握 你們的變身計畫 其實從前年就開始 前年 不 去年 現在還是2016 2015 2016 2017 都是你們大變身的時候 所以你可以選擇你要變什麼 譬如說你在職場上 你從依賴別人 然後變成獨立自主 譬如說你自己開公司 這也是一種變 然後你在婚姻裡面 做出了什麼選擇 決定結婚還是離婚 這也是一種變 健康方面 決定減肥或增胖 這也是一種變 然後或者是身體狀況 你開始意識到 有問題想要好好的處理它 然後從此要邁向新的人生 這也是一種變 所以射手座的朋友 現在還在變身當中 恭喜你 很好耶 對 對啊 就是開始愛自己多一點 我覺得射手座 以前超不愛自己 而且你從開始運動中 你才會發現說 你們的體力有多差 然後運動完之後 你才會發現說 原來運動完那種 身體健康的感覺 真是爽快 真的 對啊 真的 我覺得射手座有越來越好 因為我媽自己也是射手座 然後她之前就是腎發炎 她就是也是 就是射手座有的時候 比較不會注意 就像你徐麻疹 然後你也不理她 她就是那個尿道發炎 然後她也不管 因為她都穿國標舞的衣服 就很漂亮 她可能捨不得脫還是怎麼樣 就尿尿之類的 然後就可以這樣把自己 弄到腎發炎 然後去住院 就很煩 然後可是也就是因為 生了病之後 你把病癢好 她現在就有喝水的習慣 那我覺得就是你要把他們 推到那個地步 極限 對啊 差點就要洗腎 那很嚴重 是 可是射手座也真的是 別人講不聽的 除非她自己真的意識到 要去做 沒錯 然後問題嚴重 她才會自己去 這就是從去年開始 為什麼射手有一點慘的原因 那個慘就是在逼你去做這件事 然後反而慢慢地邁向更好的階段 你知道 好 那我們來看Christine好了 不是 Christine 也不見得 Christine是做對邊的 處女座 第三名 好 處女座的朋友呢 其實我覺得 現在看起來都還滿健康的 他們遺父也滿養生的樣子 但是呢 我覺得 為什麼說健康第三名 因為你們有體力在衰退 或者是 某一種 老化的 也不能講老化的 所以我會去看我女兒 她已經60歲了 錯了 58今年 58 沒有沒有 我其實覺得 跟處女座平常的這個做習 習慣都有關係 然後平常你可能吃得很鹹 然後你不會水腫 可是我覺得 下半年以來 你會比較有 就是結果會比較明顯 比如說 喝了很多水就會水腫 吃了很多鹽就會水腫 或者是 你以前都吃不胖 在下半年要小心 很可能 年紀到了 所以 看你們還是可愛多久 應該說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老化 比如說20到21歲 也是晚了一歲的老化 所以不要視為平常 所以處女座的人 如果現在開始養生 或現在開始重視身體健康 會滿不錯的 還有啊 很多處女座很喜歡為難自己 比如說減肥方法很極端 真的 這個不行 對 因為這個是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的時候 所以你做的任何事情 都會影響到你的健康 對 所以應該持平去處理就好了 對 然後不要忙著搶錢 因為處女座財運還不錯 所以忙著搶錢 然後把自己累壞了 其實你不要以為自己本錢很夠 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有很在乎嗎 錢 看看花費也沒什麼花費啊 要照顧嗎 對 因為媽媽最近要開照 又講媽媽 又講媽媽 講媽媽 我們都是媽媽 對 對 子宮頸癌 頭腹嗎 對 子宮頸癌 然後子宮已經拿掉了 可是癌細胞還是一直在擴散 媽媽是什麼座 媽媽什麼座 雙子 雙子座 這個是一個小關 10月以後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很多處女座的人 都在走家庭的問題運 譬如說像Christine這樣 就媽媽生病了 或爸爸生病了 她可能就必須 把她的工作割下 然後多照顧她們 或者是有些處女座 會有回鄉發展 譬如說家族企業要她回來 她可能就生涯大變化 滿多處女座走這個運勢 辛苦了 辛苦 所以要努力賺錢給媽媽養病 所以心理壓力也滿大的 不要有壓力 我要告訴妳是 因為台灣的醫療真的進步很多 她很有經驗 我們本來以為就是說 去看她 因為那一場病 那個刀是還滿重要的刀 可是後來我才知道說 因為那進步刀就是 它只是一個小小的傷口 她當天早上一滴刀 一早開刀 她晚上傍晚的時候 她就可以慢慢走下床 她就可以慢慢走下床 對 然後她當天早上 所以不用擔心 所以不要擔心 因為媽媽也不想 給妳帶來壓力 對啊 那也是我自己就是發現 她要開刀 她都沒有講 讓媽媽盡量開心 對 對 是 那個時候就是每天要陪著她 對啊 再講一個坐對位子的 好 坐對位子囉 你耶 妳剛剛跟我換妳的 哪一個是妳的 我沒有坐在這裡 坐對區 對啊 好 坐對區 看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看妳 然後就是恭喜王子 天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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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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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妳的啦 一年耶 是啊 她已經十年了 然後 妳看吧 身體搞成這樣子 修養了一年 沒錯 其實我覺得 在2016年 尤其是過去的這一整年 很適合天秤座修養 其實 好 接下來的運勢 就是很妙 這是倫的 接下來十月以後 很適合天蠍做修養 很適合 很適合 所以要找代班 要去公眠了是不是 其實修養有幾個重點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妳在找替身的原因嗎 對 對 大家都趕快來當我的替身好不好 公開評賽 其實修養有時候不見得是退休 對於某些人 妳如果考慮退休可以退退看 然後 幹嘛威脅別人 沒有 但是呢 有些修養 比如說多睡也是一種修養 對 多睡覺 比如說妳把少一點的時間 放在工作上 多一點的時間在休息上 好準喔 這也是對的 所以看看妳有沒有這樣的計畫 或者是類似做公益 這也是一種 我們在做暗中的事情 然後不是檯面上的事情 所以修養的孕 我覺得天秤已經走過了一年 所以慢慢的妳們的內分泌什麼的 都在調整當中 因為我覺得天秤最重要的問題 都是來自於莫名其妙的點 比如說太累了 心裡太煩了 然後或者是其實有壓力 然後想罵人罵不出來 對 都在心裡面殺了很多次 對 殺別人殺了很多次 妳們的不健康其實是新病來的 對 這麼厲害 那沒關係 因為新的一年 我覺得天秤座第一走過來了 尤其是越到年底 這個運勢越好 包括妳現在還在調整當中 妳可能還是會哪裡不舒服 可是這個都是可以經過 妳很有意識去調整 然後越來越好 謝謝 心病也慢慢解除了 然後新的狀況也 好運也進來 貴人也進來 所以身心靈都得到調整 那個反差很大 健康的反差很大 恭喜 謝謝老師 謝謝 所以剩下兩位 妳們可以換位子了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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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佳還哭 好 詩佳真的不可思議 好 我才運可是很好 妳貼得不夠 那個耳環妳 貼得不夠 獅子第二名問吧 好 獅子 因為有一點把自己逼到極處了 獅子現在開始承接天秤 要走身心俱疲的運 又照顧家裡 然後家裡的事也多 對 然後也要照顧事業 而且其實事業有發展喔 我覺得妳的健康運不好 不是因為妳事業不好 是妳的事業太好 譬如說可能我知道 詩佳才剛... 所以我發來事業跟財運是 都很好 是的 那她退出演藝圈身體會不會好一點 好 妳這個不妙了 就快球了 妳不要現在身體好了 就這樣子 所以即將面臨的是 獅子座即將面臨的是挑戰 比如說妳自己有自己的人生規劃 那那些人生規劃都要全力以赴 就基本上妳沒得休息 妳很清楚妳沒得休息 比如說就算妳要懷孕 這也是一種身體的負擔 所以很多獅子座的朋友 妳就是不能停 停了妳可能被取代 或妳可能就沒有這個機會了 所以妳就要付出健康做代價 完全是勞累 完全是勞累 我覺得老師每次講的都很準 然後尤其像我下半年 我就給自己排了很多的計畫 所以妳多保養是對的 然後... 說多貼一點是對的 對...多貼一點 妳可能這邊也要貼了 沒有... 然後妳不要不信邪 所有的獅子座就是 就算是什麼保養品這些 妳以為沒有馬上的效用 但是長期下來是會有幫助的 這是該擦的該喝的有 對... 還有該黏的該貼的 對... 好... 恭喜金牛 金牛 力無益 逆轉勝 想減肥除了努力 還要靠運氣 那至於... 最近有春風得意的跡象 那春風得意就會增加妳非常想要更好的心 所以減肥起來更有勁 嗯...